中醫健康日 新年流流一年之計座於春 新年的願望多數的公器人 現在是老馬精神身體健康 我們中醫健康日 專門供祝各位聽眾身體健康 怎樣身體健康呢 當然是找中醫師跟我們聊聊天 沒錯 今天中醫健康日 邀請來我最愛的中醫師之一 先說說之一包包底 蔡子明醫師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 我們說 各位醫師 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人人身體健康 你做中醫 都要保健的 做中醫最怕人就是祝我們生意興隆 不知道祝不祝好 這句話 醫師今天設立了兩個範疇 第一 我們今天想說針灸的奧備 為什麼針灸會醫好一個人 阿貴林的處女針就給了蔡醫師 因為從來都不針灸 第一次就給蔡醫師幫你針一針 所以我想知道其實針灸這家 那個歷史是何時開始針的 大家針一下 為什麼想說這個話題 其實很多老人家 對於新年要吃中藥有些避諱 可能年初一最好不要吃藥 或未過新精頭最好不要吃藥 但你說來針灸一下 他們又覺得可以 所以他們對於吃藥 有這樣的看法 我們今天說針灸為什麼起效 其實阿貴林說得很對 針灸是怎樣來的 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據說中國在很初期的時候 人有問題 身體上有哪些地方有痛的時候 你很自不其然 你會想拿一些東西 針一針它 或者針一針它 這裡很痛 很冤痛 針一針它 拿塊石頭 硬壓它 看會不會舒服一點 由這樣開始 我們慢慢中醫 就有了類似針灸的初型 不過一開始 當然那些針不能這麼小 不能這麼小 一開始石頭也是很大 不過形狀偏尖一點 這就有點像 我們現在都會有人用到的 叫邊石的東西 邊石 石子邊 好尖的石 石子邊加貶低利的貶字 就叫邊石 這就是針灸的初型 但是後來 其實我們的祖先非常聰明 為什麼說他們聰明呢 因為他們發現了一些東西 他們除了觀察大自然之外 發現到人體 其實也有一些規律在裡面 比如人體 為什麼我們這個人 還有生命氣息呢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用西醫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心不斷會供血 會泵血 會循環 但如果血真的不循環的時候 人就沒有了生命 但我們中醫會再想得深入一點 我們除了血循環之外 一定是有一些東西推動著血 在那裡走 這叫什麼呢 我們中醫把這個單位叫做氣 叫做氣 所以我們經常把氣、血放在一起 因為氣就是推動我們的血 運行的一件事 這是中醫哲學上給它一個單位 我們就想了 為什麼針灸會跟氣拉上關係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前輩 他們發現了 原來我們的人體裡面 有一些馬路 有一條條的大馬路 這條馬路就是被氣血走走的 當然如果人體要健康 要平衡的時候 這些馬路不可能只向一個方向 例如有些馬路可能是由腳走向頭 有些馬路由頭走向腳 一定不可以只由腳走向頭 否則不平衡 有些要由手指尖走到心裡 有些要由心裡走到手指 這個馬路一定要有一個規律 有一個有條不問 就是我們駕車都要雙線行車 有來有往 向東行的 向西行的 有南有北 只要走一邊就一定有問題 要塞車的 要繞個大灣 我們古人叫這種系統 叫做什麼呢 叫做經樂 明白了 即是除了我們細衣 或者目測的血管之外 還有一些小的經樂 大馬路有些小的支路 就是經樂 沒錯 因為我們那些前輩 我們古人對於自己的身體很敏感 他們對於自然的觀察很敏感 因為他們覺得 人既然我們不是由石頭爆出來 一定會有一些原因 人的身體的構造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通過觀察大自然的一些運行的時候 我們知道原來人體的氣 他會跟著一定的規律來走 這個規律 我們那個祖先他們沒有把它拆開 也沒有說我們找一下細胞裡面有些什麼 他們只是給了這個名字 叫做氣 而這個氣運行的通道 就叫做經樂 明白 換言之 如果有一些地方塞了 好像大塞車一樣 有些地方氣或是去不了的話 就會有一些病痛出現 沒錯 除了Ada說的一些堵塞的問題 譬如我們以前說過情緒 哪一種情緒會令到氣容易堵塞 就是思慮 思則氣結 思則氣結 為什麼呢 因為你思考的時候 你的身體自然的思想 就會集中在某一個部位 那些氣就會受到你的情緒帶動 而停滯在某一個部位 所以如果那些人 經常思考太多的時候 心口會偽門 或者哪裏會覺得頂住不舒服 這就是氣結聚的狀況 但不單止是結聚這個病 有時候這條馬路 正如我們所說 平行的時候 雙線行車相安無事 但不平行的時候 真的會出現一種狀況 例如走上去頭的多些 走上去腳的多些 這是一個多小的問題 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例如在頭上的東西太多了 會不會頭容易痛 或者覺得頭脹不舒服 去腳的氣多了 會不會腳容易腫 或者腳用炎覺得重聚不舒服 透過這種時候 我們就知道針灸為何氣效 因為針灸有一些經絡系統 這個規律在這裡 我們發現了有不平衡的地方 我們透過這支針 針尖的引導 進去人體道的時候 譬如指向什麼方向 去到什麼深度 將那些氣血回歸平衡 那人就健康了 就是這樣 所以針灸就是這樣氣效 明白了 那些經絡是否在人體解剖裡面 看到人體的十二經絡 解剖是否看到的 其實是看到的 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我們《皇帝內經》裡面 其實他們所說 他說神氣所出入 即是你說這個人很有神 但你能否說出他為何有神 即是一種感覺 其實就是一種什麼 我們人是一種有意識的動物 這種我們對於人的觀感 其實是一種複合性的東西 複合性就是 你可能透過你對這個人說話的感覺 透過他給你的感覺 他的各種神態 你覺得這個人有神 但我們對於經絡這種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中醫所認為 他也是一個複合性 因為我們當初 中醫就沒有說 找細胞裡面 哪些東西是屬於經絡裡面的 沒有的 我們只是給他一個單位 這是一個哲學上的理論 有些形異上的 我們叫他做戲 所以你拆開的時候 看不到 或者有一天 真的拆到 哇 醫學都很厲害 很厲害 單位真的小到 哇 我們真的 沒得再小了 不過這一天很遙遠 小的DNA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離我們很遙遠 但我們早先留下這些寶貴 而有行之有效的東西 我覺得值得我們去運用 但西方很認同 認為最早承認針灸是另類的醫學 是最早承認的 是最早承認的 即是在中醫裡面最早承認 在西方承認 東方醫學最早承認 就是針灸是有效的 沒錯 早前聯合國頒布了一個 我也忘記了一個草案 就是將中醫學這個針灸 也列為了他們的醫療裡面的 其中一個範疇 就是中醫開始被世界去承認 但一開始最容易去接受的 就是針灸 30年前我讀浸會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 在巴黎留學 回來教我們 後來我走的時候 他就說 我都移民去法國 為什麼我做針灸師 原來又學了針灸 因為法國那邊30年前 都承認這次東方醫學是有效的 考到牌子之後 是可以在那裡執業的 我想問一下意思 其實針灸我們知道也有用 但如果有一個人 他覺得自己可以針灸 我今天阿超人 看到你有緣分 我就幫你針一下 這樣 人能夠這樣下針 其實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首先他真的要讀整個中醫的體制 才知道你怎樣運作 不是說 隨便隨便 你哪裏痛就針那裏 哪裏痛就針那裏 可以這麼容易就可以自己掌握到 其實如果在皇帝內經裡 他曾經這樣形容針灸 他說易學難忘 他說針灸是一種容易學 但很難忘記的一件事 即是說我們的古人 一開始他創造了針灸這個體系 都是想所有人都認識的 不過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到針灸很高的層次 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 經驗 但其實如果我們市面上 都有一些中醫的班 是教一些一般的市民 或者一些不是中醫的人針灸 只不過他們不能夠拿來 做一些商業性的行為 即是他真的醫病 但如果幫自己調理 就可以了 就沒問題了 或者你不知道幫家人的話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 不過要小心 真的要跟到老師 真的要學了有文憑 才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上 是容易去掌握 還有一些小病小痛可以解決 再問一句 再問一句 比如說我開一枝藥給一個人吃 你真的有機會是令到那個人 即如果你開錯了 裡面有一些成分 根本不適合的人 可以導致很嚴重的後果 沒錯 但是針灸會不會就是 針一下 針錯 你最多是不好 但你不會是 相反地是 變差了一百倍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應該也會吧 一般來說 針灸有講功力的高低 功力的高低 其實有分到一些功力 譬如我們中醫師 針灸大家不知道 其實中醫師是要練指力的 即我們有一些老師 他可以徒手捏碎核桃 即每天要按著那張桌子 只是兩隻手指公 然後整個身躲起來 真的要練指力 有一些基本功存在 所以入針的時候 或者入針之後 做甚麼手法 其實是有巧妙的 但是一般人來說 如果他小病小痛 為甚麼可以解決 就是因為這些針灸 其實如果你功力不夠的時候 小病小痛 都可以解決 慢著 但如果去到大病就不是 如果針灸下去有流血 那行不行 其實很簡單 就是刺到血管 刺到血管 刺錯 也未必會刺錯 因為有一些穴位 確實很容易碰到血管 你一針灸下去就飆血了 所以我們其實 中醫師其實有些方法避免 我們《皇帝內經》裏面有句說話 知為針者順其左 不知為針者順其右 就是說很多人覺得 針夠入針 你就靠著右手入就可以了 但原來重點不是 在左手上 左手上 通常我們入針之前 就會用左手按一下穴位 那些血管自然會看到 有刺激的時候 會自動收縮 我們下針的時候 更加容易避開血管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出血 所以我看到下針的時候 是先按一下 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有這樣的巧妙 但針夠 我們今天說了這麼多範疇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告訴大家 針夠是一樣有效的東西 而如果大家不認識針夠的時候 其實就這樣按一些穴位 有時候某程度上 都可以達到針尖做到的效果 那就不用說下下出血了 對 我真的害怕 所以為什麼害怕 就是督女驚流血 蔡醫師 今天你想說腰酸背痛的穴位 我們有時候說 腰酸背痛 給針救醫師 先針針 那真的很有效 針的時候真的很舒服 我們這樣看 如果有些問題 按完穴位都解決不了的時候 一定是要找醫生 找醫師去看 但如果平時有些小的問題 譬如你真的覺得 還沒真的痛到要去找醫生 或者身體情況又不是那麼差 不過這裡我們先說 有些什麼人不適合針咎 讓大家都知道了 好 譬如這個人剛剛做完運動 大汗臨來 適不適合針咎 不適合針咎 孕婦適不適合針咎 這個最好不是自己去針 或者按穴位都要小心 意思孕婦都可以針的 但我們要很小心 孕婦來說 譬如一些老人家 長期病患者 如果自己去按穴位的時候 就要小心 即太虛的時候 你可能再調動他身體的一些氣血 就會引發一些問題 所以這些人就要小心 那吃得太飽 那怎樣行不行 吃得太飽 吃飽飯 吃飽飯 你不要去針咎 喝了酒 一般來說就不建議 但是如果醫師 我們診斷上 你把脈 覺得他是可以針 或者可以幫到他的 其實一樣都可以 過年過節 那些人當然會打麻雀 一打就通宵達彈 打完 朋友多數都會 打完麻雀的腰 真的硬了 尺痛還是怎樣 那這一類如果下下針咎就來不及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快速方法 如果時間足夠我們講兩個 時間不夠講一個 先講一個最重要行之有效的 這個月位叫做後溪月 後溪月在自己的手上 後溪月顧名思義 有前有後 我們伸手出來的時候 握拳 如果前的話 一定是手指弓的位 叫做前 手指尾的位 我們叫做後 後面有一條溪流 這條溪 這條小溪是怎樣經過呢 就是我們發現 有一條掌紋 掌紋是在手指尾的一側 你握拳頭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個掌紋 這條紋 我忘記了是生命線 還是事業線 在那個尾端 感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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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會有點酸 在尾端 你握拳頭的時候 你握拳頭的時候 就發覺它凸起身 有塊肉 手指尾的位置 其實後溪月 就是在凸起身這塊肉 附近 你想想 你就捉住這個感情線 捉住這個感情線 接著你就在這塊凸起上面 手指尾的一側 那塊肉 慢慢搓一下它 你會發現 這塊肉 剛好在骨頭旁 旁邊 有少少的根件 按下去會鸿 酸酸的 最好用手指尖按會好些 如果有些人不夠力 其實可以用筆按也可以 可以用筆按也可以 為什麼這個月位有效呢 第一就是 因為它跟我們背部的經絡 是同名的 背部的經絡是同名的 第二就是 這個月位是通督脈 任督耳脈的督脈 也就是我們背部的脊骨 經過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這個月位 我覺得在臨床上 都覺得最有效呢 就是因為它跟我們背部的關係 特別密切 明白 所以如果真的有問題 有腰痠背痛的時候 這個叫做 可以先試一下 這是後溪月 後溪月 如果我們用一些針 針下去 是不是有效些呢 也有效的 但一般來說 沒有針是手 也不可以用大頭針 因為中醫的針很幼 沒錯 千萬不要說自己 哎呀真是亂的 不如做一支針來掃一下 千萬不要亂來 因為中醫的針是很幼細的 譬如我們西醫打針的針 大概中醫的針 是比它們幼細多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們入針的時候 如果入得快 是可以做到不通 或是覺得只有冤痺的感覺 冤痺的感覺 還有這支針的長短 有多少呢 深淺 都不是自己會知道的 沒錯 所以我們教你這個月位的時候 你們就一直按這個月位 如果真的有腰痠背痛的人 其實可以一直按 一直動開 動一動那條腰 這個我們如果有針的時候 我們叫它動氣針法 就是你一直針的時候 患者一直動那個有問題的部位 那個部位就容易氣會鬆開一點 我想問一下 左右手有沒有分別 有分別的 不過一般來說 在臨床的經驗上 按右手的後溪月 效果會更好 右手的後溪月 就是左手按右手 對 左手按右手 但如果你覺得真的按得累 其實左手的後溪月 都可以嘗試用 叫黃桂林用左手按右手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右手按左手 兩個月位一齊行不行嗎 兩個月位一齊行不行嗎 兩個月位一齊 一齊行不行 可以不過難一點 你兩隻 我找人幫你按 找人幫你按也可以 即是互按 沒問題 不過建議只是試一下一個先 試一下一個動一下腰 好一點的話 就加大歡喜 知道了 今天麻煩蔡子銘醫師跟我們說了 關於針灸 以及一些月位的運用 這就是對付腰背痛 腰痠背痛 最好的後溪月 好了 開心 明天再見 拜拜